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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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早晨 欢迎收看妖材财京台开示感浪的环节 身边的嘉宾是研究部高级分析员 王慧雄先生 Rafi 早晨 先跟大家跟大家更进 今天恒生指数高开54点 最新来说 恒生指数高开53点 报22,136点 成交金額17億 而國企指數今日高開31點 最新升34點 報10829點 期指方面暫時升17點 報22063點 低水70點 成交量有6600多張 先和大家看看歐美股市方面的情況 見到美股方面三大股市都是向下 而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了62點去收市 收報是14452點 跌幅方面有0.4% 而標準普爾500指數跌了8點 收報是1552點 納斯特克綜合指數下跌11點 跌幅有0.3% 收報是3237點 歐洲股市方面亦是全線向下 倫敦富士100指數跌了31點收市 收報是6457點 法蘭克福desk指數下跌32點 收報是8010點 巴黎卡指數方面跌了18點 收市 收報是3825點 之後也看看商品市場方面的表現 旗油4月份是未升29美 收報在每桶93.74美元 倫敦布蘭特期由5月份跌了31美 收報在每桶109.51美元 金市方面紐約期今4月份升12.1美元 收報在每盎司1,604美元 好 Rafi 即便跟進外賣方面的情況 大家都比較關注 塞浦路斯方面 同存戶方面徵收稅 目的都希望可以得到歐盟 還了100億的援金 問一下現在情況都好像未知 因為你看到塞浦路斯的銀行 在星期二和星期三來說都會休息 直至星期四才會開 另外現在說到稅率變化方面 很多不同的版本 由一開始即日前公佈的版本 說到如果存款10萬歐元以下的存戶 收一個稅率6.75% 存款如果多於10萬的話 稅率方面就接近10% 但是最新的版本又有些不同 說到如果存款有10萬歐元以下 稅率就有些調整 只收回3%左右 如果存款10萬至50萬歐元 稅率就是10% 而看到存款有多於50萬歐元 說到稅率方面有機會去到15% 但初步來說都未得到確實 問一下Rafi暫時有點分析 怕不怕其他國家 例如西班牙或意大利等等 都會仿效這個做法 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的確這一刻方案其實是很混亂的 可以這樣說 為何會有這麼混亂的情況 因為首先這樣說 始終塞浦斯向歐盟方面的100億的援金 唯一的條件是 其實歐盟方面都對向塞浦斯說 其實綠燈都開了 只需要你籌到大概58億的歐元 就問題不大 有機會獲得100億的援金 額外方面 所以這58億怎樣籌回來呢 其實之前塞浦斯就說過 好像阿俊一開始說 就是徵收過存款稅 過存款稅來講之前定 就大概9.9%一次性的收費 所以變相這個來講 是剛剛過於幾天的 塞浦斯假期來看 令到民眾的憂慮性 或者恐慌性都比較大 正正就是這個問題出現了 到這一刻 為何說這麼多的其他方案 或者修訂方案1、2會出現 3、4會出現等等來講 除了亂所說 歐盟方面有開綠燈 比他有彈性這樣做之外 另一邊都需要強調 就是這件事 其實是不斷地說的 就是在國會裏面 都需要得到過半數的投票通過 才可以向外正式有個求 或者成到市 但是到這一刻來看 其實如果以舊友方的9.9% 這個百分比來看的時候 通過的機會就未必太大 因為以這一刻計 總統阿納斯塔、夏鬼斯來講 其實他所屬的一個黨派民主大會黨 其實在整個國會裏面 總共56席 這個黨派佔了大概20席左右 不夠半數 但以他的民友、民主黨加上8席來看 都是只有28席 剛剛一半 但剛才說過 如果要通過某些方案 或者通過一些議案來講 要過半數 即是至少要拿29票的支持 才可以過得到 所以只剩下1票 究竟怎樣拿回來 其實這一刻大家都有疑問 甚至剛才說到的 雖然民友、民主黨有8票 但如果以這8票來看 其實以這一刻的報章或報導來講 其實有4名甚至5名的會員 也有一個威脅 想投票一個反對票 所以吉國萬買 可能大概只有20席左右的票數 所以29票暫時來說是比較難倒得倒 所以都逼到總統方面 如果以舊有的方案 9.9%去做存款稅的時候 要通過的機會比較微 所以都逼到他們 需要在最後這一刻 或者這幾天來計算 都趕快去修訂一些不同的議案 譬如宇宙蔣所說的 某些的可能比較存款少一些的存戶來講 徵收少一些稅 存款多一些的存戶來講 可能徵收多一些稅等等 變相與之前有少許的不同 但如果這一刻 這個方案無論最終成不成事都好 大道長問了第二個問題 就是究竟會令到其他國家 都有個少許被效法的可能性 我們這樣看 因為這一刻事出是比較突然的 因為以過往 譬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達等等 有個求援的情況也好 就是河外求援的情況也好 當時他們幾個國家的求援 其實是沒有其他附帶條件 但回到這次所謂南歐國家 蔡佩洛斯來計算 求援了 但有些附帶條件 就是剛才所謂的存款稅 為何要衍生這個問題 當然背後的意義 或者背後實質的目的 真是比較難去考究 但以實質的存戶的佔比、比重來看 有少許這樣衍生存款稅的可能性 都不是太耳耐 因為雙說大家都有看到消息都知道 以蔡佩洛斯這刻 國內的存款的佔比來看 差不多四成、五成 都是俄羅斯的存款 而很多這些都是公司的帳戶等因素 很多都是牽涉到所謂洗黑錢的活動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但是蔡佩洛斯除了求援之外 都想透過徵收存款稅的目的 去打擊這些黑錢舉動 所以接下來 其他國金會的效法 其實好看有沒有其他問題 牽涉在內 如果沒有這些相關的 譬如黑錢或其他活動 我覺得未必會有其他 相關徵收同量稅行的一些舉動 甚至以其他國家需要求援來計算 例如打擊一些大一點的國家 始終他們的體系都比較大 如果你這樣一下子 其他國家都做這些 就是存款稅的一個所謂開刀的政策 來講的時候 其實到時牽涉來講 可能簡直廣泛 說明這刻未必需要那麼快 覺得牽涉到其他國家 或其他國家會有效法的可能性 好,謝謝Ravid 怎樣也好 看到歐元回價方面都是下跌 先跟進 歐元回價跌了 對美元足及1.288美元 這三個月的低位 之後跌幅收窄 最新報價是1.2963美元 看到歐元對日元方面 當日跌了0.9% 都佈在123.46美元 你看到日元方面都偏遠 但是在歐元方面的匯價 都跌得比較急 去到三個月的低位 暫時有怎樣分析 細糖尼仍然比較疲弱 的確,始終有這些 特別在歐元區發生的所謂求援事件 自然歐元要不跌 其實是比較難 昨天這樣開出來有跌勢 其實我相信大家也不算太意外 如果以昨天的勢頭來說 是跌了 但我覺得跌幅未算太大 變相來說 這刻大家都對塞浦斯的看法 未必完全十分憂慮 雖然這件事是有的 但最終過不過關 或者沒有其他的修訂 現在大家都在猜 雖然整個歐元 未至一下子跌得太多 還沒跌完之後 其實美市也有些反彈 上來 但這樣說 始終以中線勢頭來說 我覺得歐元仍然是比較弱 特別是如果大家看了投票都知道 其實Train都不斷向下走 如果以這個勢頭來說 或者最終 Tropos這個投票方案 即國安裡面 假設 差點說不能夠通過 或者有什麼問題出現的時候 可能令到歐元有進一步的下跌可能性 現在這樣看 要再跌的時候 我相信大一點的支持位 其實有條件能跌到1.27這邊的位 雖然現在大概是2.27這位置比較鬆 從中線支持位 如果以歐元仍然的洗頭來說 我相信如果慢慢的進去 有可能會試一試這些可能性 1.27 OK 謝謝Ruffy 我們這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和大家看看港股開市的表現 昨天掉到五百多點 今天就有上升 升值超過100點 升值103點 最新報在22,186點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和大家更進